我也要逼自己看书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书真的是不喜欢看 但是有时候人类有时候也是需要逼自己的 因为你要了解一门真正的学问 有时候仅仅自己喜欢还是不够的 像你跟一个女人相处 有时候你不仅仅要喜欢这些女人的优点 你甚至还要爱上她的缺点才行 我觉得真正爱上一个人 绝对不是爱上这个人的优点 而是连她的缺点都爱 这时候才算是真正的爱一个人 你要是仅仅说我的眼中只有你的优点 我的缺点你的缺点我一定都要改正 那么这段感情很快就会结束了 所以有些书为了自己的人生进步 我真的是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读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当然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干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意志也告诉我们 强迫自己去读不喜欢的书 以后一定会得到更多回报 得到更多的快乐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读书心态 就是吃的苦中苦 换为人上人 所谓的吃苦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后更大的欢乐 我们之所以折磨自己 去强迫自己读自己不喜欢的书 也是希望以后读同类的书 能够得到更多的愉悦和快乐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经历 最开始这本书很讨厌 这些知识很痛苦 但是一旦你稍微精通一点 这个知识大门向你打开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一座真正的人间乐园是存在的 哪怕你不能够深藏赌命 哪怕你不能起到很高成就 变成科学家或什么 但是仅仅你能够进入这个知识乐园 就已经足以给你带来无边无尽的乐器了 出完一本书20万字的话 那可能半天就看完了 就这样子 这个读书快和慢 看心情 有时候我进入读书状态的时候 会读书很快 一天可以看好多本 可以看四五本 有些像三体这样大步头 我也就两三天就看完了 就这样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 同样是讨论这些问题 有些哲学家写作的模式 你就看得很舒服 比如说苏本华 可能看了就比较舒服 但是你一旦看那康德 或者看 特别是最糟糕 是看到黑格尔的体验 是最糟糕的 但是这个不能讲 因为这些哲学家都有真正的东西 然后你要想得到这些真正东西 你就只能忍受 这些不愉快 他们这些天生的语言加以能力 是带来的不愉快 没办法 并不是一个哲学家 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必然会有最美好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 或者说最让每个人都会 都能够瞬间理解的表达方式 多数的这些家其实是不计备的 他们懂很多深邃的道理 但是他们不计备把语言组织的很优美 这种能力 就这样子 反正呢 就是读书很好 但是适当的 就是我们虽然是个读书人的直播间 但是我也提倡 就是适当读书 不是成年读书之中 适当的 就是从书里面走出来 拥抱一下人类 抱一抱其他人 感受一下其他人的人间温暖 和学会跟别人相处 拥抱 然后呢 这样才是一个真实的人间 不然一个人读书会特别的冷 因为太寂寞了 太孤独了 你读书就很容易走到邪路上去 读书一定要 要读书要读出成果来 要读出一个很好的结果 要让自己读完书心态不偏激 然后呢 这种呢 是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朋友关系来支撑的 不然你一个人关起门来读书 哪怕是读圣经呢 哪怕是读论语啊 你都会把自己读出了一脑门子的邪恶之道 就是这样子 因为一个人在自闭的状态下 在孤独的状态下 在寂寞状态下 他的所思所想都是危险的 都不考虑别人感受 因为一个人 我们朱熹说过啊 精子圣毒 为什么圣毒呢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放大自己的感受 他不再 关心社会其他人了 所以一个人 精子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危险的 千万不要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 意味着自己的意志 可以无限放大 那么呢 一旦读书的时候呢 因为自己长期处于脱离社会的状态 脱离朋友的状态 不考虑其他人接受理好的状态 然后呢 之前直播间就来了一个人 他就属于读书很多 然后呢 一个人老是读书 而且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真的是引进气点 什么点故都能用上 但是呢 我就把这个人给拉黑了 不是嫉妒他特别有才华 而是他背离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什么原则呢 就是跟外部世界起的平衡 读书一定要有建立好 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了人际关系之后 你的读书才能跟你的世界相匹配 你在读书过程中 所有道理都能够在朋友身上得到验证 都会考虑到你的思考 会不会伤害到你的朋友 伤害到这个世界 千万记住 一个人读书 一个人研究这东西 一个人研究 各种各样科学是没有问题的 研究各种各样的哲学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跟建立好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然你就已经走在了犯罪的道路上 就已经走在了跟毁灭人类道路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再也不用顾忌其他人了 你得到了支持这一最强大武器 你可以破坏整个世界 重建整个世界 你可以摧毁整个世界再重建 我相信多数读书人 我相信多数读书人读完了说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人间太糟糕了 应该把他诈拼了 重新再建立一个他心中公平的世界 多数的读书人都有这种 就读书是一个人读书 然后很寂寞读书都会走到这个很糟糕状态 我们就看到我以前在知乎玩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知乎的打主 基本上都已经走到了反人类的地步了 像马前卒之类的 他们并不是不聪明的 他们也很聪明 他们读书也不是不多 但是他们最终所获得的知识 转化出来的思维是非常恐怖的 是不再考虑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感受 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公平的光明的世界 但在这个前提上 他们要求的竟然是把旧世界全部摧毁了 摧毁了旧世界也不可惜 当然这个是在有政治理想的同学这样子 但是即使你没有政治理想 那你读完书了 你想着我以前的关系都失败了 人生体验都糟糕的 那么我要跟以前的自己过去 所有的一切一到两段 把自己的过去的世界全部都扔掉 然后只留下我心认为好的世界 或者说一切重新再来 按个重启键 人生重新再来 这些想法都是错误而且危险的 而且不仅仅会伤害到自己 这种思想一旦表露出来 也会伤害到身中的所有人 因为大家莫名其妙就因为你读完书了 然后本来跟你关系好就变得不好了 本来跟你关系 一般的就变成你要毁灭的对象 这部分很奇怪 没有必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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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